大家好我是一鸣 那么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 这两天一直被各方是高度关注 在今天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我也就有关方面的内容向发言人进行了提问 首先还是带您看现场 谢谢发言人奥亚卫视记者提问 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16号中美元首会晤的当天 正式签署了此前通过的一二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 中美元首会晤是美方和中方建立竞争条款的良好机会 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个评论 谢谢 委员再次强调 美国如何发展自己是美国内政 我曾经在中国驻美国使官工作多年 对美国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我们诺见美国取得更大的发展进步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过着取代美国 不是为了跟美国搞逆输我赢的竞争 而是不断超越自如 成为更好的中国 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利益高度交融 中美合则良力 斗则沮丧 无论是从中美两国人民 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 合作才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美方应该端正心态 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 为中美关系健康 发展挽回建设性作用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基建法案 美国总统拜登在法案签字仪式上表示 这项法案将对美国的道路 桥梁 铁路和公共交通 等等的基础设施 进行数十年来 规模最大的投资 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 缓解供应链瓶颈 那么五年之内 新增大约是55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但是拜登最初提议的 可是2.25万亿美元的计划 这缩水的幅度也是有点大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 这项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 推高联邦预算赤字 大约是2560亿美元 虽然大家都表示担忧 美国政府内部甚至分歧 仍然十分严重 但是拜登却认为 基建法案将扭转乾坤 甚至明年可能是20年来 美国基础设施 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中国的头一年 那么对于拜登签署的这项法案 分析人士认为 基建项目投资规模大 建设周期长 回报见效慢 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是有限的 那么长期来看 基建法案会推高美国政府的债务 并且会造成 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可能抵消公共投资的积极效果 至于要用这项法案 来和中国挂赏钩 那么发言人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 合作才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那么这项法案 未来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您对这项法案 以及目前的中美关系 有何看法 也欢迎与我互动留言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